我是古阿木,今天要說一個什麼是朋友的故事 這故事的背景就是在一間人類的電玩中心裡所有的遊戲機中的角色 都可以透過電線移動到電源總開關處 把這當成互通大廳在這交流而一款名為破壞王的遊戲機中的男主角 跟甜點賽車遊戲機中的女主角在第一集中成為了好朋友 把這些遊戲機中的角色每天生活都很規律 當天亮電玩中心的老闆來開店時 大家就要各自回自己的遊戲裡上班,就是給人類玩的意思 譬如女主角會被人類玩家操控在她的遊戲裡進行賽車 而本集的重點是女主角對這樣日復一日的生活非常逆想來點變化 所以這天男主角就想給女主角一點新鮮感的 透過電線移動到她的遊戲中幫她開拓了一條新的賽道 那比賽中的女主角看到了果然興奮的就衝去奔馳 但她這操作違背了現實中玩遊戲的人類的操作 女主角想往右開,人類想往左開之類的 結果導致人類強硬的想操控遊戲機方向盤時意外把方向盤掰斷了 而電玩中心老闆知道後表示 網路上買一個方向盤來修實在太貴了修不起啊 看來只能把這遊戲機報廢了 啊遊戲裡的角色都可以透過遊戲機螢幕看到現實中的人在幹嘛 所以知道狀況的甜點賽車裡的角色就趕快逃來互通大廳再躲去別的遊戲裡 不然當老闆把該遊戲機的電源拔掉時 遊戲機裡的角色都會死掉 他們不想死啊 之後感到抱歉的男主角就想彌補的 跟躲到她遊戲裡的女主角提議說 也許我們可以透過電玩中心裡 另一台連線對戰的遊戲機的網路線傳送到網路世界裡 然後前往購物網站並在這邊購買遊戲機方向盤 再寄送給老闆讓她修好遊戲機 那他們這行為看在人類眼裡也只是以為商品被不曉得誰給標走了 喔每個方頭人代表一個上網中的人類 那男女主角下標成功要結帳時 櫃台小姐才叫他們別鬧你們又沒有錢買個屁啊 於是男女主角打算先去賺點錢的來到了一個虛保交易網 並從這的網站程式碼南中打聽出 有玩家正在高價懸賞想買一款瘋狂賽車遊戲中的紅色跑車 那直到消息後男女主角就來到瘋狂賽車裡調查並得知 紅色跑車是這遊戲中的角色大魔王跟他手下們看守的寶物後 就使出一招聲東極細的由男主角跟大魔王一夥講話引開他們注意 讓女主角能趁機去開了紅色跑車然後衝來載她就跑 但大魔王開了別的車就跟手下一陣狂飆的追過來 順利將男女主角給包圍住 啊偷人家東西被抓後當然就只能趕快來解釋來龍去賣裝裝可憐 說我們缺錢博取同情避免對方報警嘛 啊大魔王聽完男主角解釋後就好心的教她一個正規的賺錢方法 就是拍智障搞笑短片上傳到影音網站吸引觀眾來看 而觀看度是可以換成錢的哦 反正男主角只靠一支影片 就意外爆紅賺了一堆觀看接著她打鐵趁熱 拍了更多智障短片迅速得到大量人類的觀看 畢竟人類喜歡跟風某個東西紅時哪怕紅的是一坨屎 哪怕短片不是人類上傳的 反正大家都會跟風來看就對了 女主角也幫忙的跑去動畫網站當談跳廣告 吸引著的使用者點擊男主角的影片來增加觀看度 結果遇到人類使用者的廣告封鎖大隊要把她趕走 嚇著她趕快躲到附近的房間裡 然後發現哇這邊好多假動畫網站中 常出現的公主在休息欸 既然如此就順便跟他們交朋友好了 另一邊男主角也開始過氣了 網紅就是這樣嘛 爆紅的那一刻就是過氣的開始 很多人類會因為短時間內看到太多你的東西而覺得很膩 或是羨慕你爆紅因此開始討厭你留言攻擊你 但男主角看到留言後覺得失意 但沒差她已經透過觀看數換到足夠錢 可以坐車叫司機載她回去購物網站 並打電話約女主角一起來付款買方向盤 你就別管男主角他們沒有真實身份 要怎麼持有人類貨幣來買賣東西了 就當是網路BUG吧 但女主角這邊她剛剛跟公主們聊天後 得知唱歌就能找到夢想 而她唱了歌後 就發現她的夢想是留在瘋狂賽車這種沒有規則 可以亂搞又刺激的網路遊戲裡 男主角知道後就覺得瘋狂賽車想搶走她的好朋友欸 可惡 所以她要靠門路跟一些網路漏洞角色弄一隻複製病毒 丟到瘋狂賽車的遊戲裡偵查BUG後瘋狂複製 藉此造成遊戲程序崩潰 導致在這玩耍的女主角被崩潰的遊戲建築物壓住了 然後男主角就以拯救你的名義 趕快來將女主角救出遊戲中 返回網路世界 害被救的女主角感動了一秒 然後得知是男主角放病毒想讓她 離開瘋狂賽車時就生氣的轉身離開 害男主角也很生氣 她為了女主角做那麼多 還不就只是想跟她當好朋友永遠在一起 結果女主角說丟下她就丟下她 到底誰對不起誰啊 而此時複製病毒就覺得一直想黏著女主角又情緒失控的男主角 真是個好BUG 於是就瘋狂複製這種狀態的她 產生了一種簡稱為破壞王們的病毒 這種病毒會在網路上一直瘋狂尋找女主角 甚至能合體 反正造成了很多破壞 並在網路上亂竄造成很多人類中毒斷網 總之最後 要怎麼解決這個病毒呢 當然就是靠男主角自己覺醒的 跟破壞王們說 真正的朋友應該是要能一起面對快樂以外的事情 像是一起承擔因分別所產生的思念帶來的傷心之類的 那樣最終只會使彼此的友情變成一種令人害怕的壓力病毒罷了 嗯 然後破壞王們病毒就明白道理的消失了 之後男女主角買了方向盤 寄到遊戲中心讓老闆修好了甜點賽車 但這遊戲玩家再也無法選女主角這角色來操控 啊人類也只當遊戲有BUG之類的沒多管 而女主角則是決定留在瘋狂賽車的遊戲裡 雖然跟男主角分開會想念對方 但兩人可以定期聊視訊 有空見見面 繼續當朋友 故事就結束了 看完這個故事 我想這故事就是在說給那種 一不跟她一起 她就要說你不是閨蜜或朋友的人看的吧 可可